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,第一集 今天,石书静感觉自己倒了个大霉 因工作原因,约客户商谈合作的事情 却被纳纳的不断灌酒 工作的事没见他谈,倒是没完没了的纠缠 石书静抵挡不住,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先离开 却还是因过多饮酒的缘故,脑袋晕乎的厉害 前方的事物,他已经看不大清楚了 扶着墙壁跌跌撞撞地走,刚转弯 忽然就撞入一个男人的怀里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,因视线已经模糊 所以,已是看不大清楚那男人的面容 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,就是那一双有些冰冷的利眸 看他这样,人品应该不会多坏 石书静下意识地抓住他心口前的心 在ares屿,你怎么办? 所以,别说宝宝